原标题,美军士兵在战场上阵亡,假属能拿到多少负旭金?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,我们知道,美国是世界上发动战争最频繁的国家之一,有战争就必有伤亡,这一点毫无疑问,毕竟战场上枪在屋野,哪怕身着在后时的防袋衣也无济于事。 我们知道,军员是为国家而战,尽管美军有时发动的是一些不讲理的战争,但是美国政府跟美军们的福利那是真的没话说。 就拿在战场上阵亡的美军来说吧,你们知道,一个美国大兵如果在战场上阵亡,家属能拿到多少负旭金吗?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,据美国媒体报道称,美军在战场上阵亡负旭金的最低标准是80万美元。 当然了,这笔钱不是由美国政府权额支付,其中多帮一起赔偿,比如保险,当地政府补偿,以及美军的一些大型企业给予的赞助等等,所有的加在一起,大概在80万美元左右。 折合人民币已经将近500万了呀,让人不禁感叹,怪不得美军那么喜欢打仗,土豪国家果然不一样。 其实,美军不仅仅在阵亡之后,能享受到如此高昂的待遇,他们在平时服役期间,享受的福利待遇,也是让其他国家非常羡慕的。 比如说在跨境经营的第一步,美军就奖励每一位成功报名参军的美国大兵2万美元,这只是初期补偿。 接下来,在美军服役的每个月里,都能拿到5000元美元左右的工资,除了这些,还会有伙食津贴,一,聊津贴以及外出津贴等等。 细算下来,美国大兵一个月大概能拿到7000美元左右,这恐怕已经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里当兵最高的薪资标准了吧。 美国之所以肯这么大手笔的投入,和美国每年拥有大量的军费,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 当然,美国舍得这么花钱也是有原因的,他们希望美国大兵能死心塌地的,为美国赴汤保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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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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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